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光返照 照本诀 到最后成功的那一刻 就使本合而为一成为究竟诀 于是无名顿尽 本有的波容妙智慧完全现前 称之为一切种智 有了致敬相以后 就能够随缘起不思议的夜相 那这个作用之大 就如同经书里面所说 大海荣亡降雨时 稀能分别数其低 于念中皆变了 因为你我还处于凡夫地 所以对于本具的妙智慧 能够起如此不可思议的妙用 可能我们也只能单凭想象 但是佛是如语者 实语者 他不可能对我们说任何一句妄语 当因地上求佛道的自立 行满以后 接着就要趁提其用 将在因地起修所发的 下化众生的大用 可以圆圆满满落实出来 于是透过身口意三轮 就显现不可思议的作用 身能够现神变 口能够讲妙法 然后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制 可以建制一切众生的根气 所以随着清净法身 普遍一切处 佛就能够利益 十方一切众生 这种利他之用 绝对是来自于 我圆满了自立的功德 这是上一堂课的 尾声所提到的一段话 接着今天就进入到 论文当中所讲的 他说有人就问 虚空无边故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故 众生无边 那么佛陀您在讲 曾就近觉之后 所启动的波罗妙智慧 称为一切种智 他是无所不知的 但是这个虚空无边 有虚空的地方 就会有世界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在《金刚经》中 释迦牟尼佛也曾经 问过虚菩提尊者一句话 他说东南西北 四围上下的十方虚空 你可以思量出来 它有多大吗 然后虚菩提答悦不也 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出来 那其实在佛经里面 所讲的虚空 它指的就是宇宙 我们先看现在的科技 这么文明 那么在这个宇宙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 像我们太阳行星一样的星星呢 大概约略的数字 只能讲约略 只能讲大概 因为也没有办法去实际的统计出来 据说最少有2000亿个 这是何其的一个繁杂 何其的一个广大 所以虚空跟世界 它有关联性 世界是一报 而一报绝对不离正报 所以谈完一报的世界 就会谈正报 就是众生 一报没有尽头 那有情的众生也没有尽头 四生六道的众生 形体不一样 所以它形体的不同 它所居住的环境 也就有所不同 譬如我们在读 胎卵私化四生的时候 不就是有讲过吗 化身道的众生 私生道的众生 跟你我居住的环境 显然是有差异的 所以有虚空的地方就有世界 有世界就一定都有众生 那众生无边故 心形差别 亦复无边 这边所谓的心形 是指忘形 众生的妄想心 随情而迁 随静而生 所以行在变的时候 静在变的时候 那个心念就跟着变 所以零零种种 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切的数字 来表达出来 这叫做不一而足 所以每一个有情众生 都有他的心事 心事的变化 是瞬息万变的 那么从大的虚空 谈到世界 再谈到众生 然后再由众生 谈到众生的一个心事的问题 看似这个范围 从一个大范围 又回到一个小范围 小范围就是众生的心形 然后却因为这几句话的形容 表达出来 这个范围越小 这个境界 好像就越来越广大 而且越来越复杂 那么这么复杂的一个众生的心态 用心想都没有办法去推测出来 叫做如是境界不可分歧 难知难解 无边世界的 无边众生的 无边的起心的动念 用心都难以去推测了 然而马明菩萨却讲 一念相义会 闻明顿尽 明一切种智 而你却讲 将六种染心去掉以后 那个一切种智才会现前 而这个一切种智启用的时候 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一问的人就是问在这里 他说若无明断 无有心想 云和能了 明一切种智 有心在的时候 尚且无法去推论众生如此多的一个心形 那如果透过修为将无明断了 无明断了 六种染心就没有了 六种染心 我们在起心论的前面也提到了 六出里面的前四出 就是三种染心 相应心 然后阿赖爷的三细相 就是不相应 这合起来叫做六染心 那这六染心就没有想了 没有想的时候 又如何能够去区别这么多的一些境界呢 然后您却讲 有了一切种智就无所不知呢 这两者似乎有那么一点点 违和啊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 我们凡夫地的人 用我们惯用的意识心思维心 去测度如来不可思议的一个智慧 于是马明菩萨就回答 他说一切境界本来一心 离于想念 他说虽然境界无边 众生的心事无边 但是所有境界的体 源自于一心 一切法从心想生 而你要复明这个一心 你就必须离开颠倒想念 是离开妄想 而不是离开一切境界 这两者是有差异的 所以离开一切妄想 本有的真心现前 这一颗心就是一切境界的一个字体 前面也讲过 无明实性及佛性的意思 以众生望见境界 故心有分歧 静由心生 静也是来自于内心 但是众生在对境的时候 不明了这个理论的基础 将外境值为实有 所以在一切境界现前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的虚妄的境界 因为错认为实有 而于当中起种种的一个分别 有了分别 就有了不同的烦恼和痛苦 所以以望其想念 不称法性 故不能绝了 称就是契合 真心离念 凡夫因为直敬为实有 他对其敬其分别 所以内就被六世所固执 固执就是被绑住了 外又被六成境 色身相为触法所居限住 所以内有能知的我 外有所知的境 有彼有此 广大的心量 本可以无所不知的 却因为这么一个妄想的心念 直敬为实有 他就被局限住了 所以就不能够契入到真如法性 所以本来应该骗之一切法 但是就因为有了分别妄想 反而就有所不知 这也是在前面的经文当中 我们提到的 若心起见 则有不见之相 这个心一起见了 就转什么 就转真如的 这一颗实性 为妄想心了 所以心性离间 即是骗照法界一步 所以我们如果时时刻刻 能够注意自己跟成相遇的那一刻 让他不随境而起妄想心 那么理念清静 何于真如 真如就无所不知 能够骗照实法界的万事万物 所以我们学到说你要学到修心 修到修心 修心要修念 他的利润基础在这里 然而诸佛如来 果地已经正果 所以就跟你我不同 他说诸佛如来 离于见相 无所不便 诸佛如来 了解 一切尽 都由心想生 虚幻不实 所以他离开分别想 藏宝内心的清静无染 就气入真如 所以才能够骗照法界 所以我们学到 其实在我们刚起修的时候 就是学会淡化自己的主观意识 因为所有对境所起的妄想心 都来自于我知 由我知 我们就看不见事实的真相 比如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 叫做赖历头的儿子 是自己的好 明明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比较起来 是有明显的天天之别 但是因为 本足于那种自私的一个心态 总觉得原初于我 我是好的 那么我的孩子 一定就是高人意的 所以这么可以明显 辨别好坏的 就因为一个主观意识 让你看不见真相 所以学到 修到 其实最简单的入手功夫 就是修简单心 简单心就是在在处处 于一切静的时候 不要依着自己的想法 去评断那个境 然后就在每一次跟陈相遇的时候 就离于想念 离于想念的时间越频繁 那一颗清静心 现前启用的机会 它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心真实故 即是诸法之心 心真实 当我能够离于妄想的时候 真如心体就现前了 那这一个真心 是一切法的自信 这些话反反复复在讲 应该不需要再细节了 所以在各部经里面 我们都有读过 这么一段佛说的话 他说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 常住真心 不知道有真心的存在 那日用伦常 用的都是妄想心 所以用诸妄想 此想不争 故有轮转 有了妄想心 你所有的见解 就有了偏差了 有了偏差 就带来错误的一个行为 最后就创造出 那个六道轮回的果报 所以学到 你如果要成就 大圣菩萨道 你第一个就是要明辩 日用伦常当中 我是善用真心 发号司令 还是常常 是人心 左右了四肢百寒 所以我们求到 告诉你 四大甲合之体 内有一个真心 我们除了 要去诚心保守之外 更要强化自己 在日常生活里面 学着 要唤醒自信在做主 所以也不是 只有手心不动啊 还必须进一步的 随缘起大用 所以自体显照 一切忘法 有大致用 无量方便 因为真心能够照见一切众生 虚妄分别之法 任言经前半段也有提案 忘心不知道有真心 唯有真心才能够察觉出 忘心之所在 所以真心能够破忘 他能够起什么 起般若一个妙用 他就可以善用八万四千方便法门 随诸众生所应得解 皆能开示种种法义 事故得名一切种子 真心一面 他就能够发挥 异能见机 口能说法 生能视线神变的妙用 可以随着众生的需求 给予适当的教化 帮助他离忘显真 所以这个叫做一切种子 也就是佛果位置上的一个智慧 那讲这个一切种子 从我们对内的自证而言 我们必须切实了解 万法皆空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是凡夫起修 必须了解 凡所有相都是因缘合合而有 圆灭则无 他是虚妄的 必尽空无所得 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境界 你进入到菩萨道 你就不可以再用过去 小圣法的一个想法 去看你周遭的人事物 因为一切妄境不离真实心 所以佛能够了知一切妄法 就是因为他振入到真如 才能够发挥真如的一个大用 这是从自证明明德而言 从化他而言 佛以无量的八万四千方便法 随顺众生的根气而为演说 佛陀晓得 众生所现的一切妄法 也没有离开 这个所谓的真实的佛性 所以佛能够自证以后 他就能够去知他 也能够去化他 也能够随此法性 法性谈的也就是佛性 佛性遍一切处 那么佛陀就能够 于十方去利益 一切不同形体的众生 这是一切种制 从自立跟利他 两个角度去谈 所以《金刚经》一体同观分里面 他也有一句话 他说 一横河中所有沙 有如是沙等横河 是诸横河所有沙树佛世界 如是名为多佛 如同今天我们的第一段经文 虚空无边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 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 心形差别也无边 同样的意思 文字的组合不一样而已 所以佛告虚菩提 他说 而所国土中 刚刚所讲的 无边的虚空 无边的世界 无边的众生 所有众生若干种心 如来昔之 佛陀能够完全了知 那这一段话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是神通视线 他利润的基础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真心的特质 就是常住不动 如镜子一般 他不动 虽不动 但是有镜来的时候 物质则觉 他马上就可以映现出来 所以因地起修 学到最简单 以及最困难的地方 同样的就是分别忌妒 说他简单 只要你愿意放下分别 你就有成就 说他难 是因为六万多年来 我们已经惯常用自己的主观意识 评断来自身边的人事物 一切尽的好坏 而任由自己的这一颗心 随着尽的一个变化 起种种不同的一个想念 有了这么多的想念以后 却反而让我们本来具足的波容 妙智慧 能起的不思议的一个用大 他就逐渐的消失掉了 于是又问 他若诸佛有自然业 能献一切处利益众生 那既然讲 诸佛如来果地上 他可以起不思议的一个业用 身口意三方面 身能献神通 口能讲妙法 亦能见众生的一个是根器 这个叫做佛的自然业 那一切众生若见其身 若赌神变若闻其说 无不得理 任何一个有情众生 只要见到佛 透过身口意 所做的种种视线 都能够蒙受大的利益 那云和世间多不能见 那佛是平等的 普及一切众生 没有亲疏远近之别 那既然佛是无所不在 无差不现身 无实不说法 又有神通 可以利益所有众生 那为什么这个人世间 还有那么多的人 他不见佛呢 也不听闻佛法呢 所以前面的一个发问 是怀疑 正佛的一切种质 能够骗之一切吗 那这个问题 则是怀疑 佛的不思议业相 真的骗十方世界 普及一切吗 如果是普及一切 为什么世间 还有那么多的人 不能够见佛文法 于是马明菩萨自问自答 他说 诸佛如来 法身平等 片一切处 无有作义故 而说自然 故义 注意点 这边所谓的自然 自然的前提 就是没有刻意的一个造作 没有刻意的造作 又怎么能够献出 那个不思议的一个妙用呢 但依众生新鲜 佛的现身说法 也是依众生的一个激感而来 空节为什么没有佛 因为空节的众生 不喜欢见佛 所以佛就不来 末法的时候 常常在一些为难的时间 都有这些诸佛 大菩萨 导庄 僵士 度化众生 因为有情众生 处于苦难的时候 总会有那种多方哀求 就像我们 处于顺境当中 多半的人 就不会去体会 修道所带来的一个重要 它带给我们的好处有多大 可是一旦我们自己 受业力的一个鞭策 陷入到种种痛苦难堪的境界的时候 有一些人是自甘多落 怨天尤人 但是也有大部分的人 像你像我一般 我们吸济着 有一个能人 他来帮我们 解决一切痛苦 让我们离苦得乐 那个就是我们寄望 佛菩萨能够救我们 所以我们有这个心 佛就能够能够来献身给我们看 这个所谓的献身 也可以解说为 你就可以碰到有缘的人 帮你引领到修行的这条路上 遵循着十方如来的一个开示跟教诲 而慢慢的脱离六道轮回之谱 所以至成则感 感而遂通 不通就是因为我们的至成心 不够干净 所谓的不够干净 是处于顺境的时候 感恩的心没有 然后处于逆境的时候 就把今天自己所有的不幸 归诸于十方如来 不能够来帮我 或许昨天晚上 就跟一些前贤 在分享修行的心得 我们都读过于静义预造神记 那个于静义 祖文昌社 也是鼓励别人 要爱惜自止 要放生 要做种种的好 他每一个月都做这些事情 数十年来不曾间断 但是他的命运 却越来越坎坷 生的孩子死光了 唯一正常的孩子不见了 只留下一个女儿 老婆悲哀过度 眼瞎了 然后全家无隔夜之粮 家徒四地 这个于静义 没有去检讨自己的行为 他就将满腔的怨气 就归注于玉皇大帝 怎么不了解 我做了这么多 不是应该要有天官赐福吗 所以四十岁以后 他每一年的年底 就写一封抱怨书 成情书给玉皇大帝 然后在赵军的前面 把那份书信给烧掉 托赵新 赵军做一个传达讯息的适者 后来赵军觉得他还有救 就开始视线跟他讲 看似你祖文昌社 你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都是敷衍了事 表面上你在做 没有人找你 你私底下是不做的 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 而做的状态也不是很圆满 你叫别人爱惜自止 你在家里面 那个奴仆擦窗户 都用自止在擦拭 你又何曾阻碍过他们呢 都没有 而且你的意念特恶啊 所以后学在复习 于敬意欲造神祭的时候 心里面就有感慨 我一路在学道的路上 也偶尔碰过一些这种人 为数其实也不少 总觉得自己 也求到了 也学到了 也修到了 也行到了 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怎么我还会接耳连山 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故 就把这一切的怨气 就推出于上天 所以提这一段话 是要告诉大家 末法时期啊 众生的根气顿炼 末法时期 六万多年业力的一个现前 冤报冤 仇报仇 谁也不知道自己做了 过去生做了多少的恶行 然后佛告诉我们 你学到一定可以改变命运的 之所以不能趋吉必修 你是应该要回过头来 简点自己 我有用心修吗 我想修 但是你有用心修吗 你有真正二六十中 这样子鞭策自己 主动的去责任夫妻 还是要别人千拜托万拜托 你才敢去担一些些的工作 保持着这样的心态 些微的一点点的攻击 就想消六万多年的罪过错 那岂非天方夜谈 所以众生心者 犹如于尽啊 众生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镜若有构 色相不现 这面镜子上面 如果有染污了 有染污就是 受业力的一个扳扰 无民众 智慧 浅的时候 心构未出 法身不现 就像镜子有染污 他就不能够把外在的镜 显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我们同样在度别人求道 学道 可是 大道在台湾已经推动那么久 早期曾经看过一个数据 也就是台湾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求过道 台湾有两千多万的人 四分之一的人求过道 不简单 但是你在各个佛堂里面看 常常参与班旗 承担责任的就是那些老面孔 也不是每一个人走进佛门 就能够落地生根的 那原因是什么 严格来讲 那个叫做业力深浅 轻重不同 才有的一个差别 所以不仅仅一贯道 其他的圣人所传的一个教化 不也设受了一些有缘人吗 后学也曾经在一些佛门的道场 参与一些工作的承担 所见的也永远就是那几个面孔 也不见其他的人去参与 这就是末法时期的一个特色 难言扶提的众生 刚强顽劣 也主观意识太重了 都是随着自己的想法 去做完全接不受不了 他人的善言善意 所以只有那个无明 比较浅的人 他就有幸去接收到 佛陀菩萨所伸出来的一个元首 他就上岸了 上岸以后听经文法 无明纷纷灭 智慧就能够纷纷的开展出来 所以你对道理明白的越多 你参与道物的帮办 责任负起的机会 频率越来越大 你就越能感受到老天对我们的一个关爱 他给予我们的 是远远大了过我们所付出的 我们做的十分之一 诸佛如来付出的十分之久 让他得到一个圆满 所以要常怀感恩心 我们对人 你要推功了过 我们对于自己的一切不幸的遭遇 也应该要有这种真知灼见 因为我有修 因为我有做 所以老天已经将我众业轻爆了 我要感恩 而眼前所欲的一切的挫折 必然是我在学 在修的时候 有所不圆满 所招来的后果 所以我沉淀自己的情绪 然后往里面去探索 知道答案以后 再往外快马加鞭向前走 那么就能够转 那个烈的根器 渐渐为利的根器 所以换句话说 佛无差不现身 无处不说法 众生之所以不能够见活闻法 原因就是众生自己要去负责 所以华言经里面讲一段话 他说譬如玉光 普照大地 有目共睹 一线曙光 这个破除黑暗 当太阳渐渐升起在的时候 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 这一轮日玉光 但是独身忙者不见 异负如是 可是眼睛 眼根坏掉的人 他就看不到 他看不到 也不妨碍 太阳高高挂 佛对于众生也是如此 悲心一片 没有任何的一个分别对待 可是众生根器顿炼 主观意识太强 他就未必能够接收到 佛的一个讯息 所以古德引用华言经的这句话 就讲出了下面这一句 古德说 佛如圆月 一跃在天 普照大地 众生新宫 自不得见 所以以说解释分 次说修行信心分 前面的经文 是在解释分里面 所谓的解释分 也就是已经进入到正地区的众生 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他要去注意的事情 四说修行信心分 是帮助 未入正定区的众生 要去讲修行信心的一个重要 以及如何去奠利 信为道元功德母 意思是说 信字是重行的一切的根本根基础 有强大的信心 才会推动我们继续不断走这个修行的路 所以是要有先信 然后是要行 所以解释分是针对那个根基础 已经修行进入正地区 那是最起码 实住的一个出住 虚脱还果 那实出住之前 实信位的我们 是位入正定区的众生 也叫做毛道凡夫 那颗修道的心 会随着外界境界风的变化 顺利的时候不想修 逆境的时候 没时间修 所以那个信心 就会因着外境的好好坏坏 他多所起伏 所以佛陀又特别 为我们修行 这些位入正定区的人 处于实信位的凡夫 讲了如何电力信心 马明菩萨也把这些重要的章句 记录在大圣起信论 即讲大圣起信论 他就是专门要对于修大圣菩萨道的人 你要如何电力自己的信心 在这个区块会特别去加强的阐数 你要起这个所谓的正信 坚定的信心 所说的内容就是四信五门 那何谓是信呢 后面就解释说了 他说何等信心 云何修行 略说信心有四种 云何为四 我们先要有信心 作为我们学到的一个基础 推动我们往前走 可是你要去将自己对道的信心给圆满 你后续还必须有种种的一个什么 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在研究经典 激发出我们对于道的一个强烈的信心 他还不够 你学了以后 你要用道理进化自己 这个叫做修 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依着道理去安排自己的起居作息 这个叫做行 有修有行 才能够将我们对道的信心 真正的把它圆满落实 让我们可以道成天上 所以佛法讲信解行政 初学者实信位的人 重在信字 发心注 出注 一直到实回向三邪位的人 他因为对于义底的理解 他会激发出自己的行为 那初地以上的 其实就开始重新进入到正了 所以才讲初地以上的修行者 叫做十亿菩萨 是真正名识相符的一个菩萨 因为已经开始趁性起修了 一直修到实地以上 达于等觉到妙觉 叫做就近元正 所以正果有没有 如果从信解行政而解 初地以上就已经开始正了 那这一段经文就特别强调 要如何去垫立自己的信心 他说 医者信根本 所谓乐念真如法固 这个信根本 就是要坚信我们自己 本具如来佛性 众生皆具如来佛性 但因妄想执着分别 所以才不能显发于外 所以我们研究经典 只要依教奉行 就能够建置 阵入到自己本具的佛性 这是内因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当初在解金刚经的时候 大家都讲 金刚经可以断移身心 那众生如果有移 就不可能有坚定的信心 那移分为三种 第一个 怀疑自己 移己 我有成佛的资格吗 第二个 移佛 佛是真实存在吗 第三个 移法 佛陀讲的道理 真的可以带来这么多一个 殊胜的妙用吗 你如果有这种怀疑 你就不可能去走修行的路 你无法去坚持到底 即便短暂的起步 也不能够贯彻始终 有善始而没有善终 所以宝信论里面也讲了 不信真如有五种缺失 第一个 自清 清他 执人 执法 起恶见 所以我们发心修行 第一个 要先信此 先信什么 信自己有真如佛性 不但我相信 还要乐念 乐念有没有 就是什么 我时时刻刻 有那种欢喜心 我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自己 你有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愿望 你才会激发出自己具体的行动 这个叫做乐念真如法 所以谈信根本的这一个四种信 其实就是金刚经里面 断仪生性 破那四种仪 后学当年集结的时候 只有讲到三仪 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 常念清净 供养恭敬 发起善根 愿求一切之故 佛是一切之人 无所不知 无所不通 三大阿僧奇节的修行 不明本性 自信一面 有如实不空的妙功德 所以我们要清净这个大善之事 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去供养它 这个所谓的供养 不仅仅是外面所讲的物质的供养 我们能够依教奉行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法供养 便能够激发我们的正性的善根 我相信自己具备佛性 我相信可以透过学习去道成天上 我就必须去不间断地接近善之事 鞭策自己 能够不停歇修行的脚步 然后阵入到自信的佛宝 所以前面讲的信自己有佛性 那是内因 你有了这么一个善法的种子 若印到新田当中 后面的佛法身的三宝 统称为外缘 它就可以灌溉了 所以依次第而言 播种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种子 你外缘再好 它也不能开花结果 但是你有了种子 我们坚信自己 本具如来佛性 你没有透过佛法身 外在善音乐的棺杆 那个种子也只是停留在原地 它没有办法去茁壮 去生长 最后开花结果 所以二三四的信心是强调外缘 第三个 信法有大利益 常念修行诸波罗蜜故 多闻为辱道之本 我们听闻佛陀所讲的道理 我们依教奉行 我们就能够圆满自己的一个性格 这个叫做行诸波罗蜜 你做得圆满了 布施度迁滩 持戒度毁犯 就把所有因无名所带来的恶行 透过六度的一个行诸 我们把无名就纷纷破了 到最后 依着六度的大圣佛法 就能够达到涅槃的彼岸 所以不听经不闻法 纵然有一个求道的善因缘 总之不开花不结果 你只能抱着一个期盼的心 到来生来世 去实现这个愿望吗 如果这一生有好的机会给我们 自己也有足够的条件可以学习 我们都轻易放弃了 那来生有格音名 你这个放弃善法的恶种子 他也伴随着你来了 所以很自然而然 在下一次 佛陀要来接引我们 我们又再度的拒绝了佛陀的接引 所以不出三世 我们就修行 就断了线了 就成为迷途的羔羊了 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不是等待 他要善于利用机会 创造自己的未来 佛堂提供我们这么多学习的 一个方便的工具 我们要懂得善用 四者 信僧能正修行 自利利他 常乐清净诸菩萨众 求学如实行故 这边的僧不是指一般人 而是指登地以上 有修为的出家众 因为他已经有修为依教奉行 所以他教给我们的也是正确的 在前面大圣启示论论文当中 不是有提到吗 我们学行为学到 为什么会走入到外道 或是走入到小圣的一个修行法 独善其身 那跟你的外缘有关系 你喜欢亲近那些树流动静 你喜欢接近 那个强调独善其身的人 那自然就不能激发你内心里面 所潜在的那个爱人之德 那渐渐的就对大圣菩萨道 有了畏惧之心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所谓的三不离亲近善知识 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他所有的一切 先明明德 他就能够上求佛道 他还要有下化众生的大愿 他才能够真正的发扬自己 信德当中的爱人之德 我见一切众生 皆如我一般 同聚如来佛性 同有成佛的一个资格 所以我做人家的一个善缘 去帮助别人 让别人也能够与我一般 同享修行的乐趣 同享修行所带来的利益 所以亲近善知识 透过善知识的一个身教 言行的一个世道 我们敬诸者赤 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也就能够脚踏实地的 每一个步伐 都是往正确的方向去迈进 所以统合这四种信心 第一个谈到信真如 相信自己本具佛心 顺何人与何人 有为者亦若是 只要我愿意 我也可以赴明本性 这个叫做内因 信三宝佛法身 则是强调外缘 内因外缘 相互的一个信息 因缘俱足 成佛的一个善果 就离我们不远了 所以先要有信心 才会带动行为 有行为才会圆满我们的信心 所以修行有五门 能成此信 云何为五 前面讲到 出发心的人 要先建立四种强大的信心 才会开启一个正确的修行路 接着就谈到 你有奸大的信心 还必须有确实的一个修持 才能够成就 所以古德讲 有信无行 则信不艰难 所以外境稍有一些风吹草动 那个修道的心就变化了 我听过前贤讲 身体不好 医生鼓励我 吃荤 等身体好了 我再回过头来 吃灾如素 所以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我那个不杀戒我就忘了 我可以踏着有情众生的血肉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四大甲核之体 能够多存续一点时间 你忘记了 四大甲核之体 你再能够保有它 当夜暴现前 不离沉住坏空 你忘记了 修道是复明我们的 清净法身 法身是不生不灭的 相较于色身而言 色身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身体有一些病痛了 我就忘了自己的愿力了 又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 又考验了 我就为自己学到 怠惰找了很多的一个借口 去合理化自己的一些行为 所以你没有强大的一个修行的力量 推测自己往前走 纵然你对道友坚定的信心 那也不过就是我们讲的毛道反复 进阶风如果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微弱的道心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所以不坚之性欲缘击退 外在有一些的考验 他心就不见了 所以故修五门 以成就四性令其不对 所以我们学大圣菩萨道 我们有强大的信心 希望生生世世 都不离此菩提大路 那么你就必须在现在这一生 我们可以做自己主人的时候 你要要求自己去落实五门 五门其实就是六度 第一个 一者施门 二者戒门 三者忍门 四者静门 五者止关门 止关门就是怎样 禅定跟般若合在一起了 定慧双修就称为止关门 定跟慧一定要合在一起做 如果你只有修定 你没有慧 成吉守空 也不过就是焦牙败走 如果你修慧 而没有修定 那么当你懂得多的时候 就会狂妄自大 那也很糟糕 所以涅槃经讲 定多慧少不见佛性 然后慧多定少 见性不了 有高傲心 共高我慢 我之强大 你根本就不可能明心见性 因为有无名染污 所以唯有定慧等学 明见佛性 所以我们的三宝 各位前贤 其实就是教我们定慧等学的 二宝三宝 教我们赔定 一宝教我们修慧 始绝照本绝 而这样的一个能耐 又是来自于最简单的那一句话 叫做三不离 接着我们来解释 云和修行师们 真正要谈布施度 他就必须要离相 如金刚经所讲 妙行无助 三轮体空 这是法性体 无千贪酷 你我的真如佛性 这一个离体 里面没有千贪二字 千就是吝啬 贪就是贪得无厌 它是属于无名这个区块的 而我学到要灭无名 灭无名最快的方法 就是行谈波罗命 谈就是不失度 不失度千贪 持戒度悔犯 然后精进度懈怠 禅定度散乱 波罗度愚痴 远入度什么 远入度常会 借由行这六度 把覆盖在自性上面的 那些习性 秉性 去化的无影无踪 而六度里面 把不失度 摆在最前面 是因为 与你我刚刚起修的人而言 行不失度 是最简单入手的方法 而要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春风得意 最简单的方法 也无外乎 广结善缘 你跟别人结善缘 别人见你就乐 你就能够 推动自己的那个欢喜心 常住 修行带来了乐趣 源源不绝了 那个穴道的脚步 就不会停下来 所以我们借由布施 是来度 无名的千摊像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妄想 我要多赚一点钱 我才能够行布施 那就是你完完全全不了解 布施 作为修行的工具之一 他就是要你淡化贪求的一个妄念 所以你量力而为 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 你不需要去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能做的 然后你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去累积那些钱财 所以本末次第 绝对不可以弄拧 那讲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 剩下的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